虽然全台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0%以上 不过地形狭长聚落分散的花莲县 仍然有许多的区域没有自来水 光复乡大全村争取了十多年 今年初在立伟成盈的协助下 以及住户完成缴费之后 自来水公司9号下午召开了严管工程说明会 到场的立伟成盈要求水公司能够尽快的完工 提供社区民众以及族人一个干净的饮用水 超过半百年都饮用地下水的社区居民 十年前争取铺设自来水管县供水的梦想 现在终于要实现了 地下水 喝了这个地下水几年 从小喝到现在 真的 可以啦 应该还可以 这个月就可以开始动工 安定在今年12月左右会完成这工程 自来水公司今天下午召开了光复乡大全村自来水管严管工程说明会 在前村计划2000多万元的经费支持下 能胜利提供在地住户安全的饮用水 我们是就施工的路线 动线来让民众更加的了解 那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有不分族群 那我们也期望这样子的基础建设能在我们花莲可以越来越多 那造福我们在地的乡亲以及族人 今年年初立委陈寅居中争取协调 用户也积极配合完成缴费之下 自来水公司预计将在这个月底动工失作 今天下午的说明会 立委陈寅也亲自到场宣布这项好消息 在我们所有在处理这个 这个所有自来水的盐管工程的费用 两千三百万是最高的一笔化 那今天这次来 也就是我们可以开软定案 可以来动工 光复乡大全村总共有39户同意申请自来水盐管线供水 目前已经有36户完成缴费 自来水公司方面也完成了规划设计 今天向村民说明后 也将在6月底动工失作 预计将在今年12月底完工 届时就能提供用户干净安全的民生用水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是玉兰光复制作为 最后 至少 樊兰光复弓